我们虽然是从事保险行业 但是我们的团队 核心团队 一半来自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行业 一半来自于互联网金融行业 我们很多人之前做过 比如说智能投过 比如说大数据在金融行业的应用 我们想来去做的保险 可能跟大家传统意义上的保险还不太一样 我更希望大家把我们定位成一个 大数据的公司 定位成一个服务的公司 同时通过我们对于业务的理解 对于数据的理解 帮助普通的用户 通过互联网可以完成很好的保险体验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保险 我相信说到保险 大家在座的很多人 可能还是觉得他离自己很近 因为大家如果完成过网上购物 或者说乘坐航班都会有一些保险的体验 但是心里面对于保险可能又比较陌生 觉得那是一个可能有些偏传销 可能有些带着一些不好的印象的东西 其实我先跟大家分享几组数字 其实中国保险已经有非常长的历史了 在1805年开始 数到现在应该200多年 包括近代保险 从中国人寿和中国人保 在199几年 就是两家分开之后 我们其实中国老百姓开始去接触 一些现代的保险 发展到今日 中国的整个保险市场也达到了3.1万亿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市场体量 同时呢 保险作为我们金融体系内三大支柱之一 其实它应该比银行业和证券业 要发挥更重要的底层能力 看是中国保险市场已经这么大了 是不是已经发展到一个稳定的阶段 同时对于我们新加入的行业来说 是不是没有更多的机会了呢 其实不然啊 看后面几个数字啊 就是中国保险已经很大 但是对比美国的保险市场 还是只是沧海一粒啊 在2016年 同期美国的保险市场是1.3万亿美金 跟中国的这个3.1万亿 再加上人口的差距 其实中国跟西方最先进的国家的保险市场来比 是有大概十倍的距离 这也决定了我们 其实未来保险发展 还有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空间 同时还有一点 去年的3.1万亿 大概有三分之一左右 是理财型或者分红型的保险 大家知道可能就是肯定都用过余额宝啊 但是仔细去淘宝或者支付宝相关的一些门户去收一下 还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类理财的保险 类理财的产品是有保险完成的 它就不只是我们的金融产品 其实这样对于保险来说 发展保险的发展来说 其实很不好啊 保险本质上还是要去改变 帮助人们去抗击未来的风险 有句话就说啊 就是金融产品可能可以帮助用户完成财富的稳健增值 保险可能没办法改变我们的生活啊 所以觉得保险很远 但是一旦发生问题 保险它起到的作用是远比一般的金融产品要重要的多 分享到这儿啊 大家如果买过保险的人 对于传统保险可能会有一些印象 就如同说我最近就是在两年前开始迈入互联网保险这个行业的时候 身边有一些朋友就会问我 说你做保险了 帮我搞个方案呗 比如说他说我一年有五千块钱或者一万块钱的投入 你帮我搞定我家里面需要什么样的保险 你帮我都帮我算一算 我应该买什么样的 哪家保养公司合适 什么样的险种适合我 然后我就问他们说 保险也不是第一天就有了 你们之前想买过保险吗 说想买过 但是都怎么去找保险呢 按理说保险发展了那么久 你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通道来去解决它 但得到的答案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说首先通过保险公司买 保险公司现在都有官网啊 我们还有一些做保险的第三方的电商 用户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产品 在可能数万计的产品通过类目通过标签去搜索 根本就找不到他想要的 那通过代理人呢 大家也都知道 代理人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啊 截止到目前应该是有700多万的一个规模 然后有这么样一个庞大的群体 需要通过保险销售来完成他的家庭的生活呀 来完成他的收入的建立 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所以很多尤其是我们现在主流的70后啊 80后啊 不愿意通过那种方式去完成保险 更希望有一个非常公正 非常客观的平台 能帮他去解决保险的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大象保险就出现 希望能够去通过互联网的方式 通过底层的数据计算的方式 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近期啊 就是看过一些书啊 然后突然同时结合我们现在的 这个行业的现状 联想到当时狄更斯在双层记里面一句话 原话我记不清了 大概是现在是最好的时代 现在又是最坏的时代 点点点点点 最后可能是人们正向奔向天堂 人们正在走向地狱 就是我认为我们现在也处于一个时代的分水岭 同时对于保险行业尤为凸显 大家可以看到我两边啊 左边和右边 右边代表着我们互联网现在发展的一些 一些一些K word 包括前面说的这个智能汽车啊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无人驾驶 已经可以完成路上的商用 还有近期我们有这种无营业员的商场 大家可以就直接通过移动支付 就完成了所有的购物体验 在这一点来说 互联网金融或者银行业的发展 是远超于保险的 我们看另外一侧呢 保险现在这个行业还处在什么阶段 大多数保险公司的核心系统 是需要外包来完成的 所有的保单啊 好多用户的数据啊 基础数据 很多时候还是需要线下 XL去完成传递 好多销售的完成 现在还是需要电话的陌生拜访 或者说通过互联网 只是简单的拿到一个线索 然后由销售人员继续的跟进 在座的作为各位极客来说 甚至于互联网人来说 可能这是一个完全不可想象的一个领域 但是保险目前确实是这样 我们还是希望 我们的力量去改变这样的事情 在这其中啊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 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 好多我们现在保险的数据 还通过XL去进行传递 对于我们现在所处于云计算和大数据 这个领域的所有企业来说 简直不可想象 大家都知道 对于好多互联网企业 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 都是一条红线 但是在另外一个传统的领域 好像是对这个事情 不是特别重视 我们现在又处于互联网 大数据的这个范围 然后又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去帮用户解决他的保险问题 我们对待用户隐私和用户安全 还是非常非常谨慎 然后后面我也会提到 我们是怎么去做这样的处理 大象保险作为一个互联网平台 我们也想去帮助好多用户 去解决他的保险问题 在这儿给大家举一下例子 我们有大概室内的典型用户 可能这些用户大家去感觉到 就跟自己又有些相似 这也是我们主要服务的用户群体 第一个是他可能是一个年轻的女性白领 他对于一些品牌 对于一些新的东西非常追逐 他可能没有结婚 但是有一个稳定的伴侣 处在人生的上升期 有比较好的收入 第二个呢 他是一个三口之家的顶梁柱 可能是像我们某些的 比如说技术宅 比如说研发工程师 他有孩子有家庭 他可能平时除了工作以外 就会做一些健康的 简单的运动 然后这个年龄对他来说 健康是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然后上面有老人需要照顾 然后下面有小孩需要照顾 第三类人群呢 是一个二胎孩子的妈妈 她不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但是他要承担着为家庭去服务 然后教育子女的一些作用 工作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对于整个家庭 他的收入产出可能又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他的重心可能更多的会在家庭 最后一个可能是典型的极客代表 他会追求 比如说有吃青啊 会追求一些新鲜事物 然后是一个单身 或者说还可能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追求自己生活的消费 但是对于他来说 晚年可能会面临的更多的生活保障 和安全的一些问题 这是我们平台去抽象出来 服务的最典型的是个人群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十类人离我们都很近 我在这儿想说的是 其实我们在做这样互联网保险的产品 或者说我们做任何的产品 意思留或者初心非常重要 我们搭向保险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首先是想着能帮我们 帮我们的员工 帮我们自己去解决一些 身边所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我们才会去把我们的产品 推给我们的用户 这样的数据 可以看到 那个画面上有好多标签啊 大家肯定关心 这个标签怎么来的 完了来了怎么去用 我就以我自己举例啊 那个我以上周的某一天举例 我当时大概是六点多开始起床 然后做了一个简单的运动 运动过程中 我们现在大家都习惯带一些智能硬件 它会记录我的心跳 然后运动完之后 我简单地吃了一个早餐 在中间过程中 我又跟打了解通电话 我跟我的合伙人聊了一下 我们接下来的记录目标 然后跟我的太极拳老师 也沟通了一下下一步的学习计划 后面可能跟一些合作伙伴 然后又聊了一些 聊了一些项目合作的事情 完成这几个电话之后 我看到了手机就提醒了 接下来有个航班 我就快速的通过手机 叫了一个车 然后去机场 去机场的路上很不幸啊 就像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的是 收到了航班延误的短信提醒 我只能在机场里 多等了几个小时 在这个过程中 我打开了电脑 分享了一下心情在社交网络 然后同时关注了一下 我们平时会去看的一些 财经啊 或者互联网的一些大咖的文章 然后坐飞机 坐飞机落地之后 迅速地在上海参加了一个 另外一个金融的峰会啊 做了一个圆桌的分享 然后之后晚上就回到酒店 回到酒店前又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运动 然后晚上又跟妻子和父母 做了一些通话 最后又带着我们的智能设备 也是大多数geek的习惯啊 然后睡觉 大家看到这是一个 像是流水账一样的一个信息记录啊 其实我们里面含了至少二十几条message 我们是希望未来的保险 能够通过捕获这样的message 然后基于我们常年日积积累的这种数据建设 帮我做一个非常完整的用户画像 这样其实啊 我们看到就是 前段时间有本书比较火啊 叫未来简史 然后里面讲到了一句话 我觉得我还是非常认同的 就所有的人 他都是由数据构成的 他的所有的思维 其实是由自身的一个个的算法所影响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们能够去掌握非常有效 或者说非常全面的用户数据 又去帮他在垂直的领域 就像我们现在做的保险领域 去帮他描绘自己的一些特征 我们是可以帮助他 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 帮助他通过数据去认清 他在保险上的需求 这个是我们理想的一个情况呀 当然我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大象保险已经完成了 这里面大概百分之六十几的 数据源的积累 但我想强调一下 我们都做大数据很多年啊 我们所有的数据积累都是 合法合规的用户渠道和来源 同时我还想呼吁一点 就是其实大家做大数据啊 数据本身的所有权不是属于平台 应该是属于用户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用户 其实我是不是特别在意 把我隐私以外的数据分享出去的 你只要能通过数据运算 带给我有效的服务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也是一样 我们会获取到用户的授权 而不去拿一些他的敏感数据 比如说他的手机号啊 分分层号啊 家庭的具体住址啊 而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 他由他的数据产生的一些个性标签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 我们底层的大数据计算模型 去帮用户去完成他保险能力的构建 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有点晕啊 可能离近看 其实我们自己做保险数据的研究 也已经两年多了 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去说 大象保险目前是整个互联网领域 唯一面向C端用户 同时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 几层建模能力 来去提供在线的保险解决方案的平台 通过我刚才的描述啊 有一些特征 对我个人来说 我有家庭啊 但是我在家庭的不同角色 我去承担的责任不一样 我去体现 数据能够体现的我的个人标签也不一样 比如说我作为我父母的侄女 然后作为我家庭的顶梁柱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份标签是变化的 同时还有孩子的父亲 孩子的事说一下 就是我们的PR经理 强烈要求 为了我们方案的完整性 一定要加一个孩子 这是一个完整的方案 其实大家都知道 创业都很辛苦啊 这个儿子可能是未来几年的事情 对着这个 应该好多人感同身受啊 对应这些责任和关系 又能通过数据去关联分析到我的所有的 我们保险界叫可保责任 可保标的 然后对应我们就可以帮助用户去完成 他基础保险方案的一个构建 同时我们认为这种方案 他肯定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像我们传统保险 我会做每年的审视 但是我们通过数据去做 我可以去达到实时的帮用户去做 保险方案的迭代和更新 根据他不断变化的家庭工作生活的情况 内部和外部的一些变化 这就是我们想做的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这种感受到保险的力量 因为我前几天我看到极客公园的愿景 是创新的力量 是科技的力量 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大象保险 能够体现保险的力量 这也是我们的那个slogan一直在讲的 智能定制 因人而保 所以回到最终的这个标题 其实我们是愿意为着用户的自由而来 去帮助用户 谢谢